下面請看趙培為我們帶來的微視頻 親愛的主持人 大家好 2019年10月1號 中共要搞11閱兵 為了這次閱兵 中共甚至可以打電話 請求美國總統川普把10月1號的關稅 延遲到10月15號 很多評論都開始探討中共的內鬥問題了 那個分析頭頭是道 我都覺得他們參加了中共的常委會議了 咱們沒參加也不敢說 直到中共黨媒之一的光明日報9月11號 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發表之後 咱們豁然開朗啊 中共的11閱兵就是要把習近平綁上共產教祖的位置 文章說 馬克思主義有四個頭頭 一個是馬克思 第二是列寧 第三是毛澤東 第四就是習近平 說習近平把馬克思主義 從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了 我聽起來很有二婚的感覺啊 那麼光明日報的定位就很有意思了 馬克思是禍首啊 列寧在俄羅斯暴力革命 毛澤東在中國暴力革命 這個歷史地位都相當於馬克思主義的教祖的地位 中共這次11閱兵明顯就是要把習近平 可以綁到共產教祖的這個同樣的位置 黨內的內鬥充其量就是誰上天安門的問題啦 估計到時候各種版本的中南海小說滿天飛 有至於幹自媒體的人現在就可以開始編了 那咱們說一句題外話啊 外國政要可千萬不要上天安門參加閱兵 那個結果老慘了 你看看韓國的朴槿惠 參加過一次天安門閱兵 現在還在韓國監獄裡面立正 到現在都沒有出來啊 好 言歸正傳 中共啊已經把毛澤東捧到了 中國馬克思主義教祖的地位 為啥他要多加一個習近平呢 什麼情況需要多加一個人呢 毛澤東建立了共產政權 那麼剩下的一種可能 就是危機的時候的教祖才有這個地位 《光明日報》是冰著花的說 中共已經到了滅亡的時候 黨需要習近平來維護統治 包括幹什麼事呢 就是和美國談判啊 憑西港人怒火啊 穩定注入價格 解決債務危機啊 等等等等共產黨惹出的亂攤子 總需要有人揹鍋吧 這是個燙手的山芋 他把習近平綁到這麼高的位子上 來接這個燙手的山芋 共產黨倒了 鍋都給你習近平揹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中共黨內的各派勢力也會內鬥的 但是目標不是教主的位置 而是利益的爭奪 中共現在這個氛圍就跟蘇共二十八大一樣 1990年蘇聯有37萬人退出蘇共 蘇共抽大街了 7月份召開了這個黨的代表大會就在討論 哪種理論能夠救黨呢 其中之一就是馬克思主義綱領派 聽起來是不是跟《人民日報》的文章很像 主張回歸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 2019年中共等於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 二次創業理論自救 說白了還是要搞政治鬥爭 人家騙子啊 騙人是換湯不換藥 你共產黨騙人連湯都不換 你是太瞧不起人了是不是 肯定拼不了人的 那麼這裡我們也勸一下習近平 中共綁你上教祖的位置 你就不問一下為什麼蘇聯沒有二教祖呢 我給你講一下蘇聯剩下的歷史 蘇共在二十八大上拒絕下臺 此後的一年時間也就是到了1991年的7月 420萬蘇聯人實名退黨 蘇共那些想當二教祖的黨員們 發動了一場政變 結果被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給粉碎了 這個葉利欽就是在二十八大上公開退黨的葉利欽 歷史把榮耀給了公開退黨的人不是二教祖 同樣的 對於習近平來說 你不需要共產黨 你需要的是公開退黨 好 謝謝大家 今天的微視頻就到這裡 更多微視頻在新唐人網站